來 今年他的第二個議程就到了 他第二個議程是5分鐘的 那是 我忘記了 反正他第二個議程是5分鐘的議程 在這個人之後面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就好了 好 謝謝各位 我昨天不想去台灣的業配 我才是生日 所以我期待台灣的第一個月 業配不會出現 今天來這邊跟那個 大報告的題目是 另外一個比較奇怪的題目 我先問大家一個問號 有聽過台灣網友通過你的報告 你可以去個首歌嗎 聽過就好 不然你直不知道他在幹嘛 好 謝謝大家 那個前面有一些實體的報告 他真的是一份報告 然後 對 所以就是今年4月多 我們剛剛出了一份新報告 那這邊我今天大概帶了10本過來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你就來這邊拿 對 對 那網路上也可以當作得到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說 我去網路上當作 實體的應該比較好 好 好 這次要笑我自己 因為這次可能還是沒有看過 那我目前在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作 我叫林宣 然後 台灣人權促進會 是一個比較老牌的台灣人權組織 但我們成立了到現在 34年幾年 然後 早期的話我們是做救援政治犯的工作 因為那時候還要借人 所以有一些人因為他的政治人做了 因為他的實位 開了讀書會 所以被交到 監獄裡面關起來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向國際發言人數 希望可以用國際的力量來攪拌 這些政治犯可以導日出獄 這樣子 那解研之後 因為這些議題 過往經營的這些議題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 大概在2000年以後 就開始推動 然後 基本人權的推廣 跟落實 這樣 那目前的 台權會的業務 全身計算台權會 台權會的業務 目前包含說 大家可能有一些 基本名詞 大家可能都聽過 有集會遊行權 居住正義 然後 大米 然後 網路的隱私權 聯合自由 還有 國際人權公約的推廣落實 就是在台灣有一些 國際人權公約 那已經 我們內國馬化 然後 然後 我們現在試著要求 法院 或者是行政機關 在行政 或是判決的時候 去原理他們 去做他們行政的議題 那大概是這些 那 我自己在台權會 就是負責網路自由 跟隱私的 這個 相關的計畫 或專案 那 原本我的開頭是叫網路自由 跟隱私的專員 不過反正 不讓我們聽 我就把他感到通通 或是幫忙的經理 經理底下沒有任何人 就知道財政是一個小組織 經理都有家 也可以叫主任 也可以叫總經理在那裡 然後 對 然後我在台權目前工作 三年半到四年左右 所以 不確定還做多久 但就希望可以繼續做下去 然後今天 來跟大家報告台灣的 透明報告 然後透明報告是一個 怎樣的報告呢 他 如果大家有稍微看 這還有最後一本 如果大家有稍微看過 大家就知道說 這個報告大概是希望可以揭露 台灣政府 去跟企業 募取資料 就是 查水表 一般網路的人說 查水表 比如去PTT 查水表 去Mobile 查水表 去Mobile 查水表 之類的 跟這些網路的服務業者 去要求你的個人資料 或者是說 去 因為你有一些言論 可能發表在網路平台上 我們新人覺得不是很恰當 所以 台灣政府就去跟 這些網路服務業者 說你可以把這些內容 做一些管理 這些管理可能是 移除 也可能是 過濾 像我最近的MVMP的事件 不知道大家怎麼知道 然後像 或者是說像 做一些過橋的頁面 比如說 最近常常大家看到 點進去網路頁 然後說 你玩18歲老闆 你點是 你哪有點去 所以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揭露說 台灣政府在 調資料 限制內容 這部分的 呃 字數 然後 他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就是他是不是合法的要求 那 企業接到之後 他是怎麼樣得到回覆的 企業有沒有配合你 那配合的狀況是什麼 我配合的理由又是什麼 那大概是揭露這些東西 那有興趣的人 大家看報告 等一下也會稍微介紹一下 呃 畢業回憑報這個東西 其實 因為這個報告要產出這樣 一個報告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 這些資料到底要從哪裡來 那 這個報告主要的資料來源 其實就是來自 政府 因為是 去揭露政府的相關的請求 所以我們希望 資料是直接來自政府 我們希望這樣子是可以最完整的 呃 在台灣有一個法律 叫做政府資訊公開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聽過文 舉個手給我看一下 你好 也太好了 這個 你聽過我的報告還好多 我其實是比較開心 這個比較多的答案 對 因為政府資訊公開法 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真的用過 基本上這個 這個法律的宗旨就是說 他希望賦予人民在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去要求 你所希望得到的政府資訊 可以接到給你 不特定的人 這樣子 那 這個東西是希望人民有權 因為你有足夠的資訊 你才會知道政府到底 這件事情做得恰不恰大 那 基本上所有人 他的條件是這樣 就是基本上所有人 在中華民國的 國民 或者是團體 你都可以去跟政府 去要求說 欸 希望可以把這個 政府資訊公開 那 基本上流程就是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都讓過 因為流程大概就是 你作為個人的話 你就去填一個資訊公開的申請單 然後 這個在網路上 你要有相關的格式 你就找得到 你就找政府資訊公開 申請 表格什麼之類的 你就會擔任到各個行政機關 提供給你的 他們的知識的表格 然後你就寫好 你為什麼要申請 這份政府資訊 你要申請哪 你要申請什麼政府資訊 你的理由是什麼 理由通常就寫建築政府這樣 對不對 如果他們不理你 再看一下怎麼辦 然後 需要 有時候他們會跟你要求一些 行政的規復 但是恐怖起來沒有通過 那基本上要填完之後 付上你的基本的申請人的資料 然後把他送去給你要的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會要求 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有要求 行政機關要在一定的時間裡面 回覆你的請求 不管他同意你的請求 或拒絕你的請求 他拒絕你的請求的時候 他就要給你理由說 為什麼他拒絕你 他同意了 反正這個期限原則 這樣是一個月內 他要答覆 所以你如果覺得有一份很重要的政府文件 但是目前你在網路上找不到 因為大家目前在各個政府的網站裡面 應該都會看到 有一個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如果大家有去逛過政府網站的話 但是政府公開專區裡面 所公布的文件或檔案其實非常有限 所以如果有一些文件你很好奇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文件 那你就可以透露這個法律去做申請 那這個法律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政府資訊公開他的制度是有一些極限的 那這個極限我給他提到 然後台灣網路透明報告原則上 就是在運用這個法律去取得 我們這個報告裡面所有相關的資訊 原則上大部分的來自政府的資訊 都是這樣得到 那只有少部分是行政機關不配合的時候 那我們是請立法委員或協助去做 幫忙再詢問這樣子 目前這份報告裡面 就是如剛剛所說 它是揭露 政府跟企業主義資料 或移除限制內容的總統數據 還有法規內容 那其實這部分目前政府 是還沒有主動作揭露的 但是就目前在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其實有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條文 這其實也是我們目前 這個計畫相達的目的 就是如果當有一天 中華民國政府 可以主動的去揭露這些資訊的時候 這份報告也許就比較 不太有存在的必要 或者是說 它也許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可以換成做比較更低配合的那樣子 那 那同樣的政府資訊官會把 這其中的第2條和第7條 它會說 欸 行政機關你在 跟人民權益攸關的措施 的上面 你這些文件 這些資訊 你應該要主動公開為原則 然後在第7條呢 它就會規定說 這些應該要主動公開的項目 至少有哪些 那上面有說至少 就是因公開的這個 就是因公開的項目是這些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 這份報告裡面的相關資料 到底送的算是 有關你證明權益是相關的施政 是不是應該要主動公開 因為現在是一個 會時代 大家平常 從出門吃早餐 可能到 晚上大捷運回家 全部的東西都跟廣紀委屋有關 或跟數位服務有關 那這些東西 你有大量的資料留在外 你有大量的言論 發布在這些項目上面 那政府怎麼去管理這邊呢 到底會不會 是不是就是 我覺得其實跟我們的 有權益其實蠻相關的 那如果他們有一個 好的機制去監督的話 好的機制去管理的話 其實 很多人講的話 可能就被聽不到 很多人的行動 可能就被脆了 那 所以我會覺得 這是政府權益相關的 這份報告的內容 是跟人民權益相關的資訊 理論上 政府應該要公開 但是現在政府軍方 還發生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行政機關 你去所有行政機關的網站 你看到行政機關 都會有 我說很有限的資料 就是他只會融入這些文件 然後你跟他問說 可是第六條跟你講說 應該要主動公開 這些資訊不是應該要主動公開 他就會說 可是主動公開就是第七條 就是這樣 所以 你要怎麼去說服 行政機關說 有另一些 其實是 其實第七條講的是 至少會公開而已 然後有另一些 是第六條跟你講的 應該要主動要更公開的東西 那 這是一個問題 總而言之 這份報告當然是 這樣來的 然後 然後 大概如果有看這報告的話 大家會發現 他分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關於 你資權的部分 另一個部分是關於 言論自由的部分 那 那 作證會報告當初的起點 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通訊方式的改變 規律 有很多 過往 過往的通訊 有很多現在的通訊 大部分的現在的通訊 基本上都是發生在網絡路上 應該很少人在 在用傳統的電話 就是至少 你有手機的話 你不是在辦公室的話 你大概很少會用傳統的電話 去 電話號碼去打 例如現在大家可能吃到飽 可能用Line 可能用Telegram 用各種Messenger 也用語力通話的功能 那 這東西其實不是 傳統電話線這種東西 那 這些資料 被企業掌握 我家當然也會知道 企業那邊我有這些資料 國家 然後 國家跟企業這點怎麼互動 就是已經很大會 所以 通訊方式的改變 是我們會希望做這份報告的 對於很大的原因 然後加上 在幾年前 曾經有發生過 非常大規模的 國家監控的事情 其實陸續這幾年來也都有 那 特別是在2013年 Snowden事件揭露之後 在場應該不用 我應該不用再講誰是Snowden 反正當然沒有事情 Snowden事件 大概就是一個 活生生的血力 就是說 原來 這些我們過往的 純粹陰謀論 陰謀論的講法 原來是真的有國家在幹這種事情 而且可能不是只有一個國家在幹這種事情 它可能聯合其他國家在幹這種事情 所以 而且聯合的國家在幹這種事情 還不到 因為國家自己幹不了這件事情 所以它必須要跟天性業者合作 它必須要跟網路龍頭企業合作 或必須要跟在地人業者合作之類的 它才有可能完成這些事情 所以網路企業成為國家的助力 你使用越多 國家就有可能得到越多 在沒有好的監督機制之下 所以 這個情況 然後加上我們目前台灣 在這一塊的機制其實不明確的 因為我們過往其實針對傳統的電話 通訊的那一部分 所以這部分 但中共到底是怎麼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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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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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部分就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其實也很類似,一樣是網路成為大家使用的平台之後,應該大部分上網就是直接通過Facebook或Google這兩個入口網站,應該不會有人用養護的吧,我不知道 當這幾個龍頭企業,這幾家大型業者,不管是社群媒體還是購物網站,是收訊引擎,是交友網站,大概使用的就是那個領域裡面的主要一兩個網站 當這些大型的網站,當他掌握了你所接收傳輸資訊的管道,掌握了你交友的管道,這些網站管理到上面的內容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管理得不好,你的資訊就傳不出去,你的資訊就回不來,就接收不到這樣子的狀況,就會影響到你的內容自由,講的話沒人聽,或是根本不能講話 特別是最後一點,劇情線上平台這一塊,目前台灣當然還沒有像Facebook或Google那麼大的企業 但是我們還是有PC號,還是有波克萊,還是有蝦皮從對岸來的 這些企業他們其實有很多大家平常使用的服務,就去上載到上面去 他們剛剛在前兩場大部分都有聽到一些企業自律,企業自律這種講法 企業自律到底是不是一個合適的管道,去讓當一個企業 當你大部分的研究必須發表在那個企業上面 當這個企業他只是靠著自律,然後他沒有說他自律,然後他沒有揭露相關的訊息跟你說他怎麼自律 他自律的結果是哪一些訊息他覺得不OK,哪些訊息他覺得OK,再給你看 當你把這麼大的權力全部都交付給企業的時候,到底都不OK 這也是報告的另一個企業,大概就是這兩個面相 我們做的這份報告到目前三年多,然後出了兩份 怎麼當漏啊,因為只剩一本嘛,所以你就搜尋台灣的訊息報告 因為這張應該會在第一個,因為沒有人有其他的資料 然後你從台詢會的網站點到異議的隱私權或言論自由也都可以看到 所以這報告的目的其實剛剛都講完了,其實很顯,大概是四個目的 一個是提升大的權力儀式,就是大概可以知道,因為在過往大概沒有基本的數據 你不會知道資料被蒐集的狀況,你不會知道沿路被管理的狀況 所以有一些基本的數據出來,大概不管他可輕度多少 那你大概可以知道,原來至少台灣目前的狀態這樣,基本的狀況 那你才會知道說下一步是不是該改變,或是覺得現狀就很好,所以不用改變這樣子 那有很多人會,我做這報告的時候有很多人會問說 或者至少行政機關的敵意會很重,因為像我在做第一年的報告的時候 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調查局曾經跟我講 就是那時候我們寄了一份公文給他,政府資訊公開的公文給他 他承辦一個人就打電話過來說,我跟你說啦,我們這一切都合法的啦 所以你們這個計劃沒有什麼意義,就趕快停掉吧 然後跟他說,不好意思,這是我的工作,因為我要賺錢,所以沒辦法 有一些行政機關他的態度是非常敵意的 他會覺得你在預設他做違法的勾搭,在違法的查水表 在偷偷摸摸的把內容移除掉,不要讓人家發現 但其實沒有,這份報告我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裡面的,我相信願意揭露的請求機關應該都說自己是合法的 我們也沒有特別去質疑說你平衡的數據對付不對的 那這樣屬於設政府是違法的 他只是說,我希望可以有一個比較健康的,有基本的資訊揭露之後呢 那去讓人民知道我們是不是應該相信政府,是不是應該相信企業 企業是不是應該改善自己的法律的內容 是不是應該改善自己能夠去落實法律的作權 那政府是不是應該更透明,讓人民知道說 這些東西,我是合法的在做啊 那我真的有這些需求嘛 因為政府在辦,最常做的事情 最常執行的,就是調資料最常做的理由就是 因為我要犯罪偵查 我要去徵辦,其實網路犯罪很多嘛 詐騙很多嘛,所以我要去查 有才知道我要去找誰啊 那我政府真的有這個需求啊 那我是真的透過合法的過程 去得到這些資料 那這個機制建立起來之後 才會比較順暢的 才不會有一堆陰謀論嘛 就是每當查水表之間出來,即便它合法 我們都會覺得,幹,政府你又查水表 就是 如果這個新的關係可以建立的話 就會,這位三萬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想多久 你還有15分鐘 好,我先看,因為我想要留一下 事前討論 總而言之,這個資料 這個大家可以分成,我快速再過 就是在資料料品部分 我們大概有四個種類在過往台灣的狀況 那,一個是通訊監察 也就是傳統所謂的監聽 那這個監聽在 2013年的時候 那時候白英九跟王晶瑩那個通訊監察 那個監聽國會的案件裡面 後來做修法,所以也有把網路的 相關的監聽內容 放進去 統計裡面 那 大概有興趣就去搜尋 司法院的統計明報 對 然後,另外一個 拿到資料的方式就是搜索跟扣押 就是說檢察官他可以去 審查他的搜索票 去跟法官申請搜索票 然後法官就去 盒發之後 檢察官就可以去跟企業說 這是法官同意的 那你可不可以給我這些資料之類 交付命令 就是,檢察官可以說 你就可以直接交付這些 檢察官可以直接發我的註文 但是基本上企業不一定要配合 如果在場如果有在企業工作的朋友的話 如果你們收到檢察官沒有經過法院允許的 不然公文書啊 或是所謂一指命令 你其實可以用理他 就是他沒有什麼接觸 然後,當然不只檢警調 有這些權限啊,所以公文書 或其他各行政機關 會發一些公文啊 或有一些知識文件啊,他們也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基本上這份報告裡面 四個項目都有碰到 但是搜索及扣押的部分 因為目前台灣的揭露非常的不完整 只有揭露每年發多少張搜索票 但沒有針對說 這些搜索票是針對什麼樣的類型 要什麼樣的資料去做統計 所以這部分的資料是沒的 這個文件其實就是說,剛剛有提到知識文件 像刑事警察局就有跟FB有一個知識文件 這個是刑事警察局自己提供的 就是說他們要跟FB調資料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報告裡面都有啊 所以大家自己當作報告就好 就是他會跟他說 依於什麼樣的罪名啊,所以我們會需要你的資料 然後你把案件描述一下啊 這樣我FB才知道會提供給你啊 然後要提供什麼樣的資料 依於什麼樣的法律依據 然後提供什麼樣的 類型的資料,是註冊資料呢 還是IP登入資料,還是等等等等 限制內容的部分 我目前就分大概三類啦 一個是說,個人向業者進行申訴 之後業者去處理 因為最後大部分都是業者要處理 除非你申訴的對象就是政府的網站 他自己有不當的內容之內 另外一個就是中端軟體的部分 我們這部分有類似的做一些研究啊 主要針對的是守護天使 就是教育部所提供的一個 各位如果是家長 有家長在場的話 是幫你的小孩 有些小孩,你不想讓你小孩看到你色情啊 然後 猥褻啊,或是 賭博啊,線上遊戲啊,這種網站 你就去裝一個 教育部免費提供你這個服務 你可以把你的這個裝在你的小朋友的手機 或是電腦裡面 然後基本上那個管理員的全身是鎖死的 所以 你的小朋友就再也看不到這些東西了 我們今天還有發現說 他在 過濾的部分 他有跟 台北市政府有跟資料庫業者在合作 國外的資料庫業者在合作 去封鎖特定類型的網站 那這業者資歷的部分剛剛有提到 其實台灣有一個主要負責的機構叫 IU網信內容房的機構 好,盡快 這個就是教育部守護天使的網站 反正大家有興趣去看 那守護天使我們今年發現他 守護天使抓你屏蔽的哪一些網站 我不知道,因為大家就是裝的 他就自動幫你過濾掉某一些內容的網站 那這個 我們會把這個點出來是因為真的有很多人裝他 目前每年這個 而登錄的量是十萬次以上 所以其實不小 那 所以 在我們今年 我們其實目前不知道說 他到底哪一些網 他到底 Dentabase裡面有哪一些網站清單 是要被封鎖的 那至少我們隨便亂測試 人家發現說 我們的友團 就是Face聯盟 這大家有些人很討厭 但沒關係 Face聯盟跟 從台灣同志資訊有限 他是被封鎖的 那 所以 所以 對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類似可能 大家覺得OK 只是你比較討厭的網站 那 大被封鎖的網站 把這一種 大被封鎖的 對 好 因為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有一些問題啦 就是他是 剛剛有提到 他是主要負責在 推動台灣網路Egate 有自律的一個網站 的一個 的一個機構 那這個機構其實剛剛那個 NCC 在場的NCC 也有在參與其中一角這樣子 就是他們 這個機構就是 主要是因為 要去管理 耳哨的內容 就是 大部分的網路 言論管制大概就是這樣 耳哨內容 在網路上確實有很多 耳哨不疑的內容 所以這些耳哨內容 到底怎麼被管理 是不是要刪除呢 一刪除 你我就再也看不到 我們成年人也可以看吧 所以耳哨不疑不代表 我不能看 但是 但是 總而言之 這個機構就是為了 這樣管理這些網路 網路的耳哨內容出現的 然後在過去 他們其實是 有一些爭議出來 就是說 譬如說 譬如說 判斷的標準不明 所以 因為他們就是 主要的通常就是接受 譬如說 譬如說 這些資訊對我的小朋友 覺得不太好 或對別人的小朋友 覺得不太好 你可以把 要求業者把它拿掉 所以他們接受到 申訴之後 他們就會轉發申訴 然後把 這個申訴 轉發給其他業者 或轉發給實驗機關 然後 怎麼判斷 他怎麼判斷說這個申訴 是不是有問題的申訴 他怎麼判斷說這個申訴 是屬於色情的 還是屬於 猥褻的 還是屬於 寫心的 道理的 哪個主管要管 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過往沒有這樣子的判斷出現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說他們 因為是接受申訴的單位 其實理論上他們 轉發申訴是沒有強制力的 就是說 我企業接到 我不一定要聽 我政府接到 我應該自己參考 我應該自己去做判斷 但是 在過往他們不會收免這個選擇 所以他們有轉一些 申訴給企業的時候 企業其實不知道要不要遵守 因為好像不遵守 因為IWIN後面是 七個政府機關 就是教育部 然後 通常會 國防部 等等 七個政府機關 和資的一個機構 那我不遵守 我其實不遵守 是不是會有什麼問題 也在出現 那 政府機關有一些 也不知道IWIN自己的權限 像我們第一年 在做報告的時候 當然是政府檢察局 就是說 IWIN傳給我什麼 申訴的要求 我就照著辦 因為IWIN不就是管這個人 所以他就不自己去判斷 那這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IWIN他自己 沒有講清楚 他自己的權限是誰 那 總而言之 我沒有辦法 一講很細啦 那大概就是說 目前都能夠引進 揭露大概就兩部分 一個部分 就是說政府向企業提出的 個人資料要求的紀錄 另外一個就是說 限制我們內容的狀況 然後沒有揭露的是 行政機關之間 其實有很多 大量資料交換的狀況 但是這個資料交換 到底怎麼樣傳輸的 誰握有最大量的 各機關的資料 不知道 然後 然後 剛剛有說 守護天使 或色情守門員等等 過濾軟體 到一年到底 過濾的清單是什麼 過濾了多少網站 多少人使用 等等這些資料 其實也是沒有統計的 那 企業自行審查 這部分就是 台灣目前還沒有 企業在做這部分的事情 所以這部分資料都沒有 所以 那 還是有幾個比較有利的事 可以追究台灣 因為這份報告目前還不是很完整 會這麼說 是因為大家可能 會拿到這份報告 我以前最想被問的第一個問題 是說你怎麼確認 這個報告的資料是可以信的 會跟他說他就不能信 那怎麼辦 真的就是不太能夠信 我們大概只能相對可信 相對不太可信 譬如說在第一年 我們做的第一份報告 這是第二份 第一份報告 那時候 2012到2014 全台灣政府 中央政府 我們調查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跟我們說 他們三年內 只跟網路業者 索取了三千多次的使用可信 你敢信嗎 要是我就不信 因為在 雅富公佈的透明報告裡面 他半年就說 他 台灣政府剛剛要了五千次 所以 所以第一年報告的資料 第一年這種網路透明報告的資料 就是個垃圾 我去跟大家講 那說垃圾 這也不是沒有意義 就是台灣政府提供了垃圾 這樣子 第二年的網路透明報告 就相對有用 相對因為他 至少我們今年 取得全台灣政府的 至少就目前 因為當然不是一個完整的調查 但我們有學的數據是七萬次 兩年有提供了兩年 搜尋的資料 跟網路業者搜尋了七萬次的資料 這還是一個相對不完整的次數 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只是多多少的問題而已 所以 就相對比較可信 因為至少你說已經揭露報告的 揭露數據的七月加強還要多很多 應該是可以信任的 在這個基礎上面 所以 還是有一些比較有力 可以繼續推動下去 讓這個 政府資訊揭露更完整的事實 比如說我們的通訊監察 監聽這部分 不管是網路監聽還是電話監聽 他只是已經有例行的統計 依法有更多例行的人工夫 那 2018年的報告裡面 政府也揭露了一些企業 政府說 主公共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好心 要跟大家說 他們就是跟這些企業要資料 那當然也不會是一個 完整的企業名單資料 因為台灣的企業 網路企業這麼多 至少這些企業 就是被要的這樣子 因為我拍照 在報告裡面都有 然後 所以 然後有一些跨國企業 剛剛有說 其實這個數據 不可信是可以被比較的 那有一些跨國企業 他其實有在發布 這樣子的類似的報告 去揭露說 台灣政府跟他拿了多少資料 那 或是三民調所有的速度 那內容 那這些跨國企業 包含說 微軟啊 包含Google 包含Facebook 包含 以前的Yahoo 現在的OS 然後包含了 六七家 那總之就六七家 但是不多 Apple 這些企業他有報告 所以你可以去比對 可以去要求政府 揭露更完整的數據 那有一些國家 你可以 因為我們政府很喜歡 參考國外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跟他說 有一些國家 其實已經在做類似的報告 那有在做類似的報告 那有在做類似的報告的國家 是香港 跟韓國 跟南美洲的 但是因為他是西班牙文 所以我們看不懂 就算了 但是至少韓國跟香港 我們兩個鄰近的國家 他有在做這些 也有 香港是香港大學 韓國是首爾大學 在做這樣的報告 那去 也是從政府那邊 直接得到資料 去做公布這樣子 然後在第二年的時候 公務機關 其實有一些公務機關 他已經有一些改變了 比如說 衛生福利部 在第二年的報告裡面 衛生福利部揭露 比較完整的資料 但不是一個很驚悚的資料 但是至少他每一樣 我們為的東西 他都有辦法提供出來 那我們當然也沒辦法去確認說 是真是假 反正就是預設他是真 預設他是真 沒有其他事件出現的話 他應該是可視的 那 在第一年的時候 衛生福利部其實 完全統計不出這種東西 他就會跟你說 他命部 人命不足 沒有辦法直接應付你這種 要來 隨時要取得資料的請求 所以他沒有辦法給這些資料 那除了衛生福利部其實 包含調查局 剛剛有批評調查局 其實調查局在這一次 也改善了蠻多 儘管他們的數據 直接互相都不攏 對 真的都不攏 就是他 就在有空間裡 真的都不攏 他是什麼 收的 反正每一樣都都不攏 所以 但是至少他這一次 有部分的數據 是可以交給你們 他們說至少這麼多 總計出來是這樣 那他們 計起來不完整 但是至少就這樣 好 快講完了 那 那有一些難題 因為今天是希望可以 日本人希望可以 跟大家多討論一下 那 就是未來可以怎麼辦 那有一些難題 就是譬如說 未來要繼續推動的話 台灣的檯面的案例很少 就每年 我們今年得到兩年七萬次 但是過去 這兩年內應該沒有停過多少次查水表的案例 這種查水表基本上 要不要通知你 你知道 不 理論上要通知你 在至少案件結束之後 但是好像都沒有通知 所以不通知你 你就不會知道 你我被查水表 你我 那就會覺得天下安然無事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這樣子 那 所以沒有事情爆出來 然後這個指令公開法的效率不張 大概就剛剛所講過的 政府機關對主公共開來的理解不一樣 政府機關內部其實沒有建立香港的統計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去確認 然後 也沒有主動公開醫院 然後 所得到的治療 其實也在政府公開法裡面的問題 就是一定要再移過來一點 就是所得到的治療 大概也難以確認這樣子 然後 特別是說 這份報告你必須要發給所有的政府機關 行政機關 所以 發了六七十個誤會 你要怎麼去確認說 我今天在提到不會網路內容 的時候 所有機關對廣播內容的理解是一樣的 提到 提到 什麼叫後設資料 什麼叫 通訊資料 他們對這些理解是一樣的 他們可以做出相同類型的統計 這部分其實有點難確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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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資料是對的 也沒有外部的其實可以確認 然後 然後很大量的 大家如果有看到 還有 其實中華電信 就是我們大家最常使用的四家電信業者 是被 政府機關 抖出來 他們提出要求最多的幾家業者 中華電信 台歌大 原傳 台灣之星 亞太 法大 但是其他還有很多業者 他們其實是大家更常使用的 也很常使用 但不會比這樣 狀況電信更常使用 但是也很常使用 比如說PC號 比如說 摩克拉 比如說 一起直播嗎 還有什麼 我不知道現在大家在用什麼 總而言之 有很多 不是電信業的平台 也是大家很常使用的東西 那這些業者 本土業者 他其實沒有在做這部分的資訊揭露 所以 大概也很難 可能有很大量的資料在那邊 有很大量的請求在那邊 但你可能從那邊就得到確認 那最後的最後 就跟大家簡單介紹兩回 就是說 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政府機關應該怎麼做 去交友 才比較可以被究責 那有兩個國際上的原則 其實在剛剛上一場的時候 那個講者也有提到 鄧老師也有提到 這兩個原則是 由美國國電子潛容基金會 所拉的一堆 國際的公民團體一起 訂定出來的兩個原則 分別是針對國家通訊電查 跟針對 國家的網路內容管理 這樣 那 一個叫做 他就會把它翻成 國家通訊檢查應遵守的國際人權原則 那 這是他英文的頁面 就是頁面 那你就搜尋 國家通訊檢查應遵守的國際人權原則 你就會找到 他就會幫他翻一碗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 這上面就有展明了說 國家在做通訊檢查的時候 應該要遵循哪一些原則 才是一個正當的程序 那其中當然還有 他列了幾個原則 然後沒有辦法多講 包括透明度 他應該要揭露什麼資訊 他什麼時候可以做 那法律是什麼 這應該都是要主動揭露的 才會讓人可以相信 他在做正確的事情 另外一個 關於內容管理的原則 叫馬琳拉原則 然後這個二文也有幫他協助的 那馬琳拉原則是 因為現在的 就是 如剛剛我說 因為現在的網路平台業者 他掌握了大家太多的內容 資訊 所以他親力的對自己的 國家如果 國家如果要求業者做自律的話 其實就會有剛剛講的那一些 業者權力夠大 把這個權力交給業者做自行審查 都不合適的狀況 那所以馬琳拉原則 馬琳拉原則就是希望說 但是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這些業者 他其實不要去做自動的審查 那國家如果真的有需要 做內容上的限制 你應該要等到法院的許可 然後加上其他的一些配號 才有辦法去 才能夠要求業者去做內容限制 那 比如說他的第一台就是說 中間人 就是這些網路平的業者 就是應該要免致第三方承擔責任 就是今天第三方 你我放了一個色情的 圖片 賭博的資訊 什麼的放上去 不甘平台的事情 不要去怪平台 封你ID 對封你ID 那個MBA的錯 是 那個 放那個網站 放一個違法旅館的資訊 上面有什麼錯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那應該 你國家要去管理這些平台 你不要去法院的認真 那這大概就是我要講的 大概就是 原本要討論這些 就是我們現在的資訊揭露的項目 是否足夠 是不是已經足夠被救責了 該怎麼改善 然後剛剛有列到一些 國家的 政府提供的企業 那這些企業 你要怎麼去push它 主動的去揭露資料 然後這些揭露的資料 是不是可以做更好的利用 所以用分data的形式 有點開圓了 以後也不得不及到 open data之類的東西 對 那是不是應該要做這樣子的利用 對 是不是可以做這樣子的利用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然後下一場又是個 又是個明確的 大家這全部都 不用討論了嗎 欸 那你一番 上一場有沒有人要問問題 可以問一下 有問題 欸 就 如果有一些東西 是商 就商業應該提供出來的 像是說 嗯 遊戲的吊寶率好 但是 平常用一些 其他 不用去扣他資料的方法 例如說 你用大肆寶物 裡面跟他 這個吊寶率是生的 或是假的 但是事實上是做不到 因為這 耗費的層面太高了 那 這時候要 確認他吊寶率 就是扔指甲 我們就只有 去扣他這個資料 可是 叫他把數學社會的原始碼 吊書來的人 是要他的 但是這一條 這一條 他們的吊寶就是 如果不去這樣做的話 又無法嚴格 你就 如果有一千我們 得要去扣他原始碼 來驗這件事情 你就有看法 我想問的是 那個 如果有 台灣的企業 想要 呃 主公發貨物 貨物 那他們 在現在的台灣 應該就是兩個問題 我等一下 以來就一直需要 我整個問題 不快 呃 吊寶率 我覺得 只要 應該不是個人 知道 我想一下 我覺得 問題應該是 像剛剛教育Y 教育GOOD 守護天使 這樣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去查他原始碼 可以 找一個封鎖的事情 呃 那 他不一定是 我不一定以線上遊戲做例子 好了 就以他所說 二分說的那個 守護天使 比如說像這類型的軟體 他必須要安裝在大家的手機上面 小朋友手機上面 或是在那些某些成員手機上面 或是電腦裡面 他到底要不安全 那我沒辦法去檢測他 Open Data Open Source當然是一個方式 去要你拿Open Source 然後 他 我說安全還包含說 他是不是 會 我不知道Open Source 看不看得到這種東西 就是他會不會 記錄下 你的網站 瀏覽的記錄 然後後傳 之類的 然後 他Open Source 跟他那個城市是一樣 之類的 之類的 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Open Source 跟城市本身的一致性 那 要怎麼去確認 那我在國外 其實是有類似的案例 在南韓 他們 南韓比我們做得更極端 南韓的做法 是所有小朋友 都必須要裝上 他們自己 自己做的 那個 的過濾軟體 那這個過濾軟體 就被Citizen Life檢測出來說 這個過濾軟體是 大家也聽過 Citizen Life 就是多很多大學的 研究機構 然後 就被檢測出來說 這個 他們所裝的這個軟體 他們會 不當的 Trek 這個小朋友的 不知道是行蹤還是什麼 流氧機 然後給國家 之類的吧 我忘記那一報告的內容 但是本來就是 有檢測出這樣子 自然上面的問題 那 還有在傳輸資訊的時候 那個什麼 帳號密碼傳輸的 那種 不安全性 之類的 因為我已經比基金太遠 那總而言之大約 就是說我覺得 開運社群如果有技術體 然後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去看看 反映像這些 免費提供的 政府免費提供的 或甚至企業免費提供的 企業免費提供的 企業父親提供的 像社群熟能源 東華電視提供的 那這樣的 這個東西 到底 還有沒有在資產上有問題 那 這個東西 根本是也是有關的 就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回答到你 你有沒有追 吊寶不熟 我只想要問說 如果已經沒有 其他招去 驗證 一件事情 增加的時候 那 直接用一些其他人的手段 去 打 一些人的 投資 我們等一下在台灣 因為我現在暫時不知道 什麼 感覺有點 轉得太早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怎麼樣讓企業去 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企業在台灣 要發布聰明報告的話 目前還沒有企業要這樣做 有一些我知道 其實有在考慮這樣的意願 像 然後有一些 快活企業最近剛加入 比如說LINE 最近剛 這兩年發布了他們自己的 透明報告 那 只是說這些企業在 發布聰明報告 有沒有什麼要顧慮的 像 上次在 TWHF的時候 LINE其實講的 蠻真誠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 有問說LINE 你在顧慮什麼 那時候在發布聰明報告的時候 他說 一份報告發布出去的時候 其實不知道什麼 就不看了 就我今天LINE發布了一份 通明報告 如果真的完整的 誠實的揭露了我的數據 會不會 你反而不信任我 比如說 中華電信揭露了一年 我接收到四萬次的信求 你會不會反而覺得 哇靠 中華電信你好可怕 之類的 我是變成相信他 那 這部分我覺得 我們還是會鼓勵企業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東西 這東西你 做期待 大家有時候知道 再跟你聊 大家對自己知道熟悉的軟體 大家先要休息一下 那至於說有沒有人 協作平衡 我很能力協作出 如果有企業運動做 他可以做 很多